我曾在聚會裏,聽到有一位牧者分享他在神面前受到的教導。 這位牧者是一位很有能力的人,而且亦在神學上有很高的草藝。 此外,他還有講道的恩賜,所以他經常在教會和各種不同的大型聚會場合講道。 其中最感動到聽眾的一個主題,就是無名的傳導人。 因為當時他是非常出名的。 所以當他講到,在《新約聖經》《肥立比書》三章八節, 他已是為主的愛,拋棄萬事,安慰分土,為的是得著基督, 甘願做一個無名的傳導人。 加上他有很多在《窮鄉辟樣》傳導的經歷分享。 聽眾也很感動。 他也認為自己是真心樂意,默默地為主做工。 不過有一次,他受邀請去參加一個大會,擔任主要港元。 他為了表示謙信,就不用人去接待他。 自己一個人坐公共汽車去到會場,穿得很簡樸。 就在會場門口剛剛要進去的時候, 就被門口一個負責接待的弟兄拉住, 叫他去負責清掃一下走廊。 看來是誤會了當他是清潔工人。 他即時很生氣,心裡想, 我這麼出名,你都認我不出, 你怎麼做教會的招待? 剛剛想出聲罵他的時候, 忽然腦裡有一顆威嚴很響亮的聲音跟他說。 你是我無名的傳道人,為何要這麼生氣? 他即時呆了。 然後,二話不說,就去清潔走廊。 那一刻,他才體會到, 其實自己哪裡配稱得上為無名的傳道人。 他心中對世俗的明星其實都很體重。 其實主是知道,也在提醒他。 從那天之後, 他再不接受任何大會的邀請, 也很少公開地分享。 他只是去一些沒有傳道人的偏遠地方, 傳講福音、教導聖經。 現在也可能很少人記得他了, 但他反而經常都感謝主, 因為他真是一個無名的傳道人。 聽了他的分享, 我覺得也受到提醒。 我如果說自己是基督徒, 是否實至名歸呢? 你說呢?你的答案又是怎樣?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麥淑冰。 歡迎你收聽愛說兩分鐘。 我們十分期待你的回應。 請在下面留言, 或者發電郵到52mtalk at gmail.com。 是52mtalk at gmail.com。 願神恥福給你。 他答案又是有問題。 在下面留言, 是的! 我測薄風倦關要有問題。 他會有問題。